剧集逆天起暗不只是今年的收视之冠 大结局的七天跨平台总收视更高达30.2点 更成为2021年暂时两线剧集单集最高收视 这天他们举行庆功宴兼大抽奖 为劳一般台前幕后 除了多位剧中演员总监制刘家豪等出席之外 志伟哥曾志伟也有现身庆功宴 剧集有这么好的收视和口碑 大家都对开拍续集非常期待 陈展鹏 林夏威和冯盈盈在剧中的三角关系 令观众看得非常投入 不知道他们会希望在续集里有怎么样的发展呢 最开心就是我们有机会可以再合作 可以再拍多一些或者是不同类型 而且资源更好的电视剧给观众朋友看 是蛮开心的 没错 这个好收视主要都是台前幕后大家的努力 然后还有观众的支持 感谢他们支持我们这部戏 希望我们接下来再合作会 让他们继续追下去 会不会很开心啊 因为会有续集我们三个一起再演出来 开心啊 就是想要可能五个五角链 哇 好复杂 要搞一个兴奋就好了 你比较兴奋吗 你比较兴奋 我都要搞死了 我最希望多一个男生 因为这部戏只有我一个男生 对啊 这样心里平衡一点 对 平衡一点 多一两个我觉得会轻松很多 家中养有三只爱犬的威威 最近因为其中一只爱犬金猪患癌 令他大受打击 其实我本来今天是来不了了 因为狗狗就很突然生病了 我刚刚也是才刚从医院赶回来 然后照了CT要知道 因为很突然知道 他有这个恶性肿瘤 就是癌症 然后昨天父亲节 我其实原本不敢给我爸爸妈妈说 我只是想跟他说父亲节快乐 然后我爸妈他们很伤心 因为厦门家里的狗就也过世了 就连续两天太突然了 因为狗狗就是我们的家人嘛 他又不能讲话 就很多时候就想要给他们 多一点的爱 多一点的关心 就只能尽力去救他 除了三位主角在剧中火花不断之外 张银康 刘沛月和张延博这三位 观众也希望他们能再合作 不知道他们三位意愿如何呢 还想吗 还想吗 一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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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一席 怎样一起啊 一起尝试一下吧 我跟阿汉 你跟阿汉之一对 之一对 然后他是第三者 我是妈妈 我是他们的妈妈 叫医生妈妈 直接跳过那个姐姐 叫医生妈妈来听听吧 对啊 我生得出她 应该是一个神级 妈妈 我肚子饿了 要喝什么 要吃什么 要吃饭了 你知道我说什么 王志贤和蒋祖曼在剧中的CP也非常受欢迎 虽然剧已经播完了 但他们的CP这天也继续营业 阿辈还说续集祖曼想去哪里拍 他都会听他的 我只希望下一步 我能不去长洲 我想去欧洲 对 远一点的 对 阿辈 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听他的 你听他的 我现在什么都听他的 他去哪里 我知道他刚才那个抽奖的那个名字 他写了他的名字 真的啊 为什么 他就是我的 因为我逼他的 他是我的 那张只要写什么的呢 要写你自己的名字 蒋黄智权 太甜蜜了 太甜蜜了 我们都不用说 我们要先走 我们先走